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崔士,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 H&M事件升級,涉多個國際品牌47名藝人亡設閣 江澤民認同古墓,胡錦濤滿頭白髮,雜或借受婚逼表態 世衛調查員參與並讚寫二十多個由中共資助的研究 阿爾巴尼亞僑民剔除粉飾共產主義的政客特勤工 試圖隱藏亨特·拜登購買槍的證據,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內容 中共官媒煽動的一場仇恨愛,抵制洋貨運動正在全國蔓延 大陸網民要求藝人對此表態,目前已有超過47位藝人宣布和這些品牌解約 當日上週,中共官媒發布一份點名文章 指出除了H&MI、優伊芙、萊克、阿迪達斯、Gab Zala等國際品牌 此前也發聲明拒絕新疆棉,這些品牌拒絕的原因是新疆存在強迫勞動和其他侵犯人權的指控 所以停止使用新疆棉 據中央社報導說,H&M拒新疆棉事件在24日爆發後 這些被點名的品牌傳數禁星,多個品牌微博全部停止更新 有大批網民湧入,不僅要求給個說法,更要期退出大陸 這股風波還延伸到大陸演藝圈 24日,藝人宋西和王軒透過經紀公司表示 與H&M以沒有合作的關係 25日,黃一波、譚崇穎表示與Nike終止合作 即使如此,微博上還有不少五毛和小粉紅檢視部分 尚未解約的品牌代言人,並批評他們 甚至找出過往曾參與過這些品牌活動的藝人 要求對此時表態 大紀元記者統計,與這些國際品牌設局的藝人 已多達47位,牽涉大陸、港台、涉及的品牌 還有抗威、CK、彪馬、申伯倫、巴布尼等 比如,白敬廷、張毅興、歐陽裸裸和抗威中止合作 劉宇欣、許光漢、黃臨埃和CK中止合作 楊覓、迪麗熱巴、鄧倫、楊詠、彭于岩、陳奕迅、劉亦非等20個藝人和阿迪解約 楊洋、劉浩然、古力羅澤、許光漢、劉文等 與彪馬中止合作 其中,劉奕迅25日在微博發布聲明說 即日起,中止與Adidas的一切合作 可能由於此前歐陽裸裸在微博表態慢一些 就被中國網民痛罵滾回台灣 被罵後他立即中止與抗威的合作 針對中共煽動的這場運動 在網絡也引發熱意 有的話,民族主義推到最極端是引戰行為 還有說,整個國家人民還跟著陷入民族主義的瘋狂 鎖國之日已經不遠了 中共借今年7月1日大搞建黨100週年活動 習近平將首度簽法《七一勳章證書》 這是現行中共公分榮譽制度中最高的一級 首批獲頒勳章者是否包括前任黨會 和胡錦濤引人關注 由於獲分人選條件附加了 維護習核心的新要求 就要看年紀老賣的江同胡對習的態度 香港《明報》24日刊文分析 中共政治局24名現任委員中 只有中央軍委兩名副主席許其量 將有合符合在黨50年的條件 習近平、李克強都不符合條件 中共還公佈了新附加的《七一勳章》人選條件 包括增強四個意識 做到兩個維護 就是維護習的核心地位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如果三代表的江澤民和科學發展官的胡錦濤都不符合資格 不知道還有哪個符合條件呢? 江澤民最近一次公開的露面 是在2019年中共見證70週年閱兵式上 江當時被駕駐延伸天安門承漏 台媒中央社報導寫道 江澤民氣力已結 只能歪錯在輪椅上 面如苟木 外界認為 習近平去年底阻止螞蟻集團上市 真正原因就是要打擊江澤民、賈慶雄等江派勢力 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創辦的博裕資本 從2019年起就從香港轉移到新加坡 就是擔心習近平對香港控制越來越嚴厲 而94歲的江澤民一旦死去 江家仁和江派親信都要遭到清算 時事評論人士魏俊表示 最近習近平在中央黨後一口氣說了14個鬥爭 可能有相當部分就是衝著江家幫去的 為了解除政治隱患 不排除在江澤民死去的時機 習對江進行清算 同時引起輿論關注的是 在2019年的閱兵式上 一頭白髮的胡錦濤看起來衰老得厲害 面容潮衰 面對閱兵 或面容盡冷 沒有半點高興的樣子 評論人士司徒健表示 明年就是中共二十大 據說由胡錦濤隔代指定的副總理胡春華 能否有機會接班 仍是未知數 最近內蒙古深查二十年可能會威脅到他 另外胡錦濤的兒子胡海鋒也試圖不信 數度傳出聲官落空 胡和習近平的關係顯示微妙 根據《國家博物》網站25號獨家披露 身衛組織COVID-19調查員皮登、達斯澤克、Pieter-Darsak 參與了二十多項研究工作 這些研究與中共相關實體有著隸屬關係 其中包括由中共政府資助 以及與軍方有聯繫的研究人員共同撰寫的研究 達斯澤克至少在二十五項與中共智庫 大學或政府部位有關聯的研究中 以作者身份出現 他撰寫的關於暴雨動物病毒體 蝙蝠冠狀病毒的跨物種傳播 和RNA核糖核酸病毒體的研究 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和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資助 這兩個實體都由中共控制和資助 他的另一項研究 由一種源自蝙蝠的香港大學而 相關冠狀病毒引起的致命珠急性輻射綜合症 是依靠中國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資助 該計劃是中共五年計劃的一部分 同時還有病原和生物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的資助 另一項由科技部資助的研究 是關於蝙蝠沙士非典相關冠狀病毒的基因庫 裏面有中國科學院8人計劃的資助 報導指出 8人計劃是中國科學院 在招覽海外優秀人才方面的重大項目 除了由中共關聯單位資助的研究外 達斯·扎克還和中國國家致富同大學的研究人員 學者共同撰寫研究報告 其中一項研究,中美聯合呼籲採用科學科方法 應對新法傳染病 列出了和包括第二軍醫大學和軍事醫學科學院 在內的七所中國國營研究所的隸屬關係 這兩所學校都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管轄 全球媒體對達斯·扎克和他傾向於中共的言論 毫不畏而接納 卻沒有告知觀眾和讀者 他的多重利益關係 達斯·扎克曾向拜登和希拉里捐款 並對批評中共的人予以平靜 據Sarism網站25日的報導 最近一些僑民組織聯合向歐洲聯盟機構求助 要求當局協助向阿爾巴黎亞國政黨施加壓力 將讚揚共產主義的候選人 從議員候選人名單中刪除 僑民們來自自由阿爾巴黎亞組織 泛美阿爾巴黎亞聯合會 和民間抵抵抗組織 他們在請願書中說 我們對背景可疑 或公開表達有利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觀點的個人得到提筆 並被列入2021年4月25日選舉的 正式候選人名單的情況深表遺憾和震驚 這是在當地國會議員候選人波佐 波佐發表言論後發出的 他為共產主義罪行辯護 引起了公眾的反感 這些組織強烈譴責阿爾巴黎亞政治體系復興共產主義 及其意識形態的傾向 他們提醒歐盟機構 阿爾巴黎亞犯有共產主義罪行 並敦促他們協助該國人民和機構打擊這種傾向 他們強調 候選人稱讚共產主義 和阿爾巴黎亞共產主義獨裁者 因佛佛克沙、因佛克沙 反對歐洲聯盟的核心價值觀 並深深地冒犯了阿爾巴黎亞人民在這種殘酷政權下的苦難 阿爾巴黎亞的共產主義政權 是最殘酷和壓迫政權之一 近五十年來 它使近三百萬人與世隔絕 超過五萬人被拘留並送往勞教所 四萬三千人因政治見解被監禁 六千多人因政治理由被處決 摧毀二千多座宗教建築物 並處決二百多名牧師 至今上有六千名失蹤者屍體未得到追會 3月25日 拜登要舉行自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 當日他的兒子亨特·拜登的一段往事被多家媒體曝光 據Politico的一份報告 說亨特·拜登在2018年 曾因吊失手槍 和特勤人員對視 甚至可能犯下重罪 據Neil-Smith披露 特勤局涉宜企圖在手槍消失後 試圖銷毀亨特購買槍子的證據 當年亨特在被特勤局監視 當時他正在與他哥哥的遺商哈利約會 哈利在亨特的皮卡車裡發現了一支左輪手槍 他隨後拿起了槍 裝入了購物袋中 然後將它吊在特拉華州威爾明頓 當地一家超市附近的垃圾桶裡 亨特大為不滿 要哈利把槍拿回來 當他去取槍的時候 那支槍已經不見了 他就打電話給店長 警察接到了商店總經理的報警電話 然後FBI和當地警方一起趕到了現場 一名警察問亨特是否用這把槍犯罪 亨特變得非常激動 反問警察是否想他發癲 當警察問他是否喝醉了 或者吸過毒事 亨特回答說不是這樣的 我想他以為我要自殺 當警方繼續調查時 特勤局特工找到了亨特購買槍子的槍店 並要求拿走涉及銷售的文件 兩名知情人士說 槍店老闆拒絕提供文件 為特勤局人員想隱瞞亨特隊 失蹤槍子的所有權 以防他被捲入犯罪 等後來將文件交給了負責監督聯邦槍子法律的酒精 煙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員 據Politico說 幾天後 一名經常在雜貨店的垃圾桶上 翻箱倒櫃的老人將槍歸還 事件沒有導致任何指控或逮捕 在Politico獲得的槍支交易記錄 和日期為2018年10月12日的槍支收據的副本中 亨特對你是否非法使用或沉迷於大麻 或任何鎮靜劑、興奮劑、麻糬藥品 或任何其他受控物質的陳述 做出了不回答 有左翼網站曾指出 2018年他亨特在可卡因七市程陽性後 被驅逐出海軍僅僅5年 他還跟家人說了他的吸毒史 而在聯邦文件上說謊是重罪 此外 在24日白宮的新聞發布會上 紐約郵報記者 斯提芬·尼爾森 史蒂芬·尼爾森 直接問發現人薩基 在2014年的時候 莫斯科前市長的妻子 是否向亨特·拜登名嚇的公司 支付了350萬美元? 薩基的回答說 我對這種說法並不熟悉 聽起來好像沒有很多證據支持這個說法 這家公司實際上是亨特和他的合夥人 阿設共同創立的投資公司 這筆款項在另一起詐騙和腐敗案件中受到調查 當然 這起案件後來被駁回 今天的新聞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這樣當日的節目發布時 你會在第一時間裡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語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